坐标北美 放眼全球 以金融为窗 我们将用不一样的视角 为您解读您关心的大小事 欢迎来到北美金视角 欢迎收听北美金视角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Elan 上期节目来自全球最大的在线金融教育平台 I am Academy的资深业内人士凯莉女士 聊了不少关于比特币交易的事 今天我们继续跟凯莉聊一聊 外汇交易到底又是怎么回事 大家好 我是凯莉 我要把这个免责声明先说一下 今天所有的介绍都是金融教育方面的 所有的这些说明都不作为投资的建议 欢迎凯莉再次来金视角做客 我们平时听到人家说外汇交易 那外汇交易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外汇交易很简单 它就是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进行交换 与其他金融市场不同 外汇市场它是没有具体的地点 也没有中央交易所 不像股票的话有什么纽交所 上交所什么的深交所等等 它只是通过银行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电子网络 现在因为Internet的这种发展进行交易 所以外汇交易是同时买入一对货币组合中的一种货币 而卖出另一种货币 所以说你们经常会看到外汇人员交易的时候 我们会说它是外汇是以货币对的形式去进行交易的 比如说欧元对美元 那么欧元就叫做基准货币 美元就叫做计价货币 这个基准货币计价货币什么意思呢 一欧元对一美元比如说是1.02 那么就相当于是一个欧元值 你要用1.02的这一个美元去买 就这个意思 那现在主要的外汇队有哪些呢 外汇队的话 大家都知道七种主要的货币 就是盯住美元的这些货币 大家都知道比如说USDCAD 然后AODUSD 然后GBPUSD EURUSD等等这七种 这就是盯住美元的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交叉货币 就是不带美元的 比如说EUR CHF 就是除了美元的 之间的那些国家的这种交叉货币 第三种呢就是那种少见的货币 或者外来的货币 比如说美金对港币 美金对南非币等等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三大类 那在每一个类别里 都有什么样的参与者呢 外汇交易当中呢 像商业银行 那些投行那些大的啊 都在里面 然后中央银行 它虽然不参与外汇交易的这一个 但是它的货币政策 可能会对外汇交易的这些 有一定的影响 另外还有就是跨国企业 比如说苹果公司 它在日本买元器件 它就得把美金换成 那个国家的货币 然后去进行购买 那么当它把那里国家的钱 收回来之后 它要去换回美金 拿到回了美国的时候 这些跨国企业 它们之间进行的大量的 外汇交易也都是有的 那么还有就是基金经理啦 对冲基金啦 还有就是外汇交易公司 最后呢 就是像我们这种零售的市场 比如说我们个人 我们这些小企业 外汇每天的交易量 它是有6.8万亿左右 那么就是像股票呢 一天也才500亿 我一直都挺好奇的 这些外汇交易 具体是怎么挣钱的呢 很多的人我就是 加币兑美金啊 你们是怎么赚钱呢 也就一块多钱 你们怎么去赚钱啊 其实我们赚钱呢 就是在外汇交易当中 有一个名词 非常重要的名词 叫PIP 你会听到我们 老师经常会说 PIP Party什么的 就是我们赚了很多的PIP 那么这个PIP呢 就是如果对于外汇对来说 比如说美金对加币 如果这个价钱是1.26365 那么这个PIP呢 就是我们做的叫基准点呢 就在小数点后面的第四位 刚刚讲的1.26365的话 那么现在这个PIP就是6 PIP它会不断的变化 比如说678 然后进位外汇人员 就是在这个PIP的变化 去赚钱的 那么这么赚了多少钱 就跟你的交易手术有关 交易手术的 又是另外一个名词 叫Lot Size 那么Lot Size 又跟什么有关呢 又跟你的本金有关 就是说你有多少本 你就能够去交易多少手 那么交易手术呢 有三种基本的形式 第一种就是一个标准手 一个标准手就是 你要买10万个单位的Currency 就是比如说美金对加币 我要买10万的这样子的美金 那么这叫一个标准手 那么一个标准手 我如果是用一个标准手 去交易的话 我一个PIP的变化 对应的话就是10块钱 比如说我刚刚这个加币对美金 我赚了20个PIP 如果我是用的一个标准手 去交易的话 那我就用10块钱乘以20 那我就赚了200美金 就是这么来的 这是标准手 然后还有一个迷你手 迷你手就是买1万个单位 那么它的Position 就是写的是0.1 也就是一个PIP赚1块钱 然后还有微小手 就是0.01 一个PIP赚10剩 也就是这个Lot Size 交易手术和这个PIPs 两个相乘的这样子的关系 造成了我们交易人员 赚钱的这样子 比如说像我今天早上 一分钟赚了50个PIPs 那么如果有些同学 是一个标准手进去的 那么它就是10乘以50 那么它就一分钟赚了500美金 如果它是迷你手进去的 它是0.1的进去的 它就是1块钱一个PIP 那它就赚了50块钱 如果是微小手进去的 那它就赚了一毛钱乘以50 那它就赚了5块钱 所以说这个 当然也不是说就是1或者是0.1 或者是0.01的这样子的 烧鱼手术 我有5万块钱 我可能我就可以出5万个标准手 如果今天早上有些同学是5万块钱的标准手 那它就是50乘以50 那它一分钟就赚了2500美金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交易人员怎么去赚钱的 上次节目你也提到过 外汇交易的策略其实可以用到比特币交易上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外汇交易到底有哪一些比较常用的策略呢 外汇交易有一个好处 它是可以做双向的 我们不一定 我们就是在市场是上行的时候 我们就买低卖高 如果是下行的时候 我们就卖就sell 我们就做空它 这个概念很多的人很难理解 怎么是做空啊 做空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这个做空这一个美金 比如说美金现在它是1.27 我认为它会跌到1.26 这个做空呢 就是你去找你的broker去给他下一个保证金 然后你把这个美金借出来 我先卖掉它 我先赚到这个钱 然后到低价的时候 我再把它买回来 再把这个美金再还给它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做空的一个步骤 所以说对于外汇来说 包括指数也好 包括外汇也好 我们黄金也好 包括数字货币 做这种合约的形式的 不管市场是升和跌 我们都可以赚钱 所以说都挺happy的 那么你刚刚讲到的就是 做外汇交易的这些策略 是非常非常多的 指标就有几千种 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 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一个策略 我查资料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名词叫做做市商 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种个人的零售的市场的话 我们都是通过叫外汇交易商来进行交易的 那么外汇交易商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你要看它的交易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外汇交易商因为现在都是在网络上进行 交易方式有两种啊 一种就是有处理平台的模式 就是叫Dealing Desk简称DD和无处理平台的模式 就Load Dealing Desk简称NDD 那么有处理平台的这种 DD的这种外汇交易平台呢 就叫做做市商 它简称Market Maker 你会看到好多的这些交易商 这个后面它会写上一个MM 就是Market Maker 就是一个做市商 那种没有处理的呢 外汇的交易平台呢 就是有STP和ECN的这两种形式 那么这两种形式呢 它就是做市商的话 它就会在它的内部会处理掉一些单 而STP和ECN呢 就简单的讲嘛 因为这个太复杂了 不想花太多的时间 那么它就是直接把这个单 实际上去送出去的 就是在真正的外汇交易的市场里面 它是在整个的这个外汇交易里面 去帮你的这个单去进行处理的 就是这样子的形式 当然你听我这个说完 你就会知道 我们还可能还是要选择 STP和ECN的这种方式 因为做市商的话 它是把你圈在它的这一个平台里面 它可能有时候会 把你这个单去处理掉 然后或者是它要跟你去对赌 或者是说要去评你这个单 就会没有真正把你的单 放到真正的外汇交易的 这个大市场里面去 做市商呢 因为现在竞争也很激烈 所以说他们的手续费也不能太高 而且就是说他们也不能够 就是跟STP或者ECN的 这种方式的差别太大 因为那就没有人去用 他们的这一个产品了 对吧 就是用它的这个交易商了 您刚才也提到了 有七种主流的外汇队啊 那您会建议大家怎么去挑选 交易和配置这些外汇队呢 如果你是做外汇队的话 其实根据你做单的时区啦 比如说像我们是在北美嘛 对吧 那么就是美金的这一个USD的 它占据了85%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易量 当然就是我们做对美金的这样子的 外汇队是很好的 这个货币对真的很多 你不用做那么多 我们老师 有些它就只做两三个 比如说GBPUSD或者EURUSD EURUSD的话是点差最小 而且是最popular的一个 你可以就选做这个 或者是像我们有些同学 在我们在加拿大 他们喜欢做USDCAD的也都可以 这个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而且选了以后 就最好就是跟他做好朋友 就把他的脾性啊 什么的都了解清楚 学员有一个老师 他是做伦敦盘的 他每天晚上就做五个币 就上万的收入呀 这真的挺让人心动的 到底是什么因素 会影响这个汇率的波动 这一个影响汇率的因素啊 大概有八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 这一个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 因为这是涉及到 基本面的分析的啊 所谓国际收支 简单的就是说 就是商品劳务的进出口 以及资本的输入和输出 国际收支中 如果出口大于了进口 资金流入 就意味着国际市场 对该货币的这个需求增加 则本金呢会上升 反之呢若进口大于出口 资金流出 则国际市场 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就下降 本币就会贬值 这是其中的一个 就是国际收支 另外一个就是利率 大家都知道 利率对货币升值啊 影响 利率提高 这个货币肯定就升值 反之你就贬值 还有就是通胀 你通胀的时候 通常会导致这一个 该国的这个汇率下跌 还有就是政治局势 比如说像 委内瑞拉的这些国家 他们的那些货币 基本上就不值钱了 对吧 就是 就是值 然后就是 还有一国的经济的增长速度 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从长期来讲 它会引起 它这个本币是升值的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市场观点 就是说你这个市场 对于你这个国家的货币 是否乐观 经过一些数据的分析等等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人们的心理预期 如果大家都认为 这一个观影研的刺激计划 要一出来之后 美金肯定就贬值 大家都认为会 美金就会贬值 然后还有就是技术分析 因为技术分析的话 我们做技术分析 大家都知道 我们都是用过去发生的事 来预期我们未来 会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这就是几大因素 影响我们的汇率的变动 非常感谢凯莉姐今天的分享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下期节目 我们将会继续和凯莉姐对话 深入地聊一聊 外汇交易具体的投资技巧 感兴趣的听众朋友 请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如果刚才的节目 带给您一丝豁然开朗 请在播放平台上 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您点赞 评论 转发 一键三连 您也可以在微信 搜索公众号金视角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